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正在展開他的南歐四國訪問行程 第一站他抵達希臘 會見希臘外長鄧迪亞斯 在會後見記者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破天荒的建議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蓬佩奧在記者會上提到 說美國面臨著的中長期最大外部威脅是來自中共政權 特朗普和他 回調美方自從尼克遜和基辛格訪華以來50年的對華政策 在戰略上要終止對中國的綏靖政策 而美方還建構一個全球聯盟 來對沖中國的影響 其實他這個說法 就從過去的中國威脅論 微調了變成中共威脅論 估計這個轉變 就是由美國國務院 對華政策首席顧問 余茂春出謀獻 因為之前都有消息傳出 就是他向國務院獻計 要將中國和中共區分 因此他被故鄉安徽的余氏宗族代表會決議 說要將他逐出余氏族譜 但是我相信余茂春本人 對於這件事 沒有太過大的戒懷 一來又沒有實際的損失 二來 究竟這份余氏族譜 是真的 哪幾億或流的都說不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文革裏面 其實有很多的族譜 都是遭到毀壞的 你說要找最完整 最完善的族譜 在哪裏呢 這些就叫做禮失求諸野 在新界的原居民村 就找得到 好了 說回蓬佩奧這個破天荒的構想 中國外交部 很快就作出了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到 說蓬佩奧要構建全球反華聯盟的想法 完全就是 癡人說妄 汪文斌說 蓬佩奧是等不到那一天的 而他的繼任人 也是等不到那一天的 因為那一天 根本就不會到來 似乎汪文斌 對於目前這個政權的國造 就相當之具有信心 而且就是千秋萬世 延綿不絕 我也是按照他的字面意識來解讀 好了 接著說回蓬佩奧的行程 他在到訪完南歐四國以後 下個星期又會轉到東亞三國進行訪問 先後就會到訪日本 蒙古 和韓國 他到底行程安排是怎樣 他到訪東京的時候 將會出席這個四方合作機制的外長會議 四大巨頭 將會聚首 除了蓬佩奧本人之外 出席的還會有澳洲外長佩恩 印度外長蘇傑生 和日本外相茂木敏聰 這個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一直都被外界認為 他們組成的目的 就是為了抗衡中國 而日本的新任首相菅義偉 在上任的時候 就曾經說過 說他將會繼續執行 前首相安倍晉三所推行的政策 也會繼續勞固 美日之間的友好關係 而安倍在退任的頭幾天就已經自爆 在四年之前 特朗普上任初期 就已經是開始遊說他 要一起對抗中國 所以他的繼任人菅義偉 對華政策 都不方軟弱得去哪 蓬佩奧到訪完日本之後 就會去韓國 他除了會和韓國外交部長 康經和會面以外 也會拜會總統文在寅 外界一般相信 蓬佩奧會借助這次和文在寅會面的機會夾緊他 希望游說到他 加入四方會談這個對華包圍網 但是我就預期 城市的機會 不大 因為文在寅一直都很想 在中美這兩個大國之間 周旋 一方面 他就想得到美國的 軍事支援和保護 另一方面 他又很想和大陸做貿易 獲取龐大的利益 於是他就是想吃盡兩家茶禮 甚至是可以說用手鼠兩端來形容 不過 來到現在 中美新冷戰的時刻 究竟文在寅這個如意算盤 還打不打不響 而蓬佩奧又會使出什麼招數 加強向韓國施壓 使得他們終於要歸隊 靠邊站 真是要拭目以待 另外 蓬佩奧到訪韓國 亦是令到很多人有遐想 到底這次會不會向朝鮮釋出一個明確的訊息 就是美國想尋求和朝鮮對話 而到底特金會 會不會是十月驚奇的其中一個選項 這件事我就覺得 不能夠排除 因為 官府 特朗普 和蓬佩奧 在最近這兩三個月 頻頻在國際舞台上 展現出他們的外交手腕 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封石的外交成果 所以就算真的會出現第三次的特金會 一點都不奇怪 反而就是 在這一次的特金會當中 究竟美國會不會跟朝鮮達成什麼的共識 為美國的選民帶來驚喜 這個更加重要 好了 再講一下本地的情況 這個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較早前獲得貓電視台的邀請 找他做這個時事評論節目大明大放的主持 後來 潘曉榮的母親潘太就走出來指證李慧琼 說李慧琼和周浩鼎 自從幫助他去召開記者會以後 就沒有再積極跟進這個個案 李慧琼究竟是怎樣來回應呢 李慧琼就說 對於這個說法感到惡然 他就需要再了解這個事件 他同時就強調 說周浩鼎一直都有跟潘太定期溝通 並且是跟進事件 究竟是怎樣跟進才行呢 原來在HK01那篇專訪 他就提到 將這個陳同佳的事件 交由聖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牧師跟進 相信就是最合適的做法 即是一直把波子踢給管浩明 那麼你李慧琼和周浩鼎 怎樣來協助這個潘曉詠母親才行呢 究竟是有沒有一些文件來證實得到呢 你既然說有溝通嘛 是不是 每次都打電話 有沒有輸信的來往呢 而且這個李慧琼最離譜的一件事是 他身為一個政黨的主席 竟然呼籲台灣方面 是要承諾不判處陳同佳死刑 使得對方可以減低自首之後的憂慮 令到整件事件可以盡快解決 這些完全就是離譜的建議 為什麼呢 台灣起碼來說 他也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地方 你怎麼能夠以行政來干預司法 台灣就並不是一個三權合作的地方 法官在審訊和判決的時候 是要按照客官的證據 你怎麼能夠要求那個法官說不判處某一些刑罰 來換取那個疑犯 走回去自首 這些說法講不講得通呢 其實是等同於對於 對於潘曉榮的母親的疑似傷害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叫台灣方面承諾 不要判處刑期 就等他回去自首 拍拖又回來香港 這樣對不對 而且這個陳同佳 為什麼一直可以獲得警方安排 住在個安全屋裏面 而且是說住何文田那些 豪宅的安全屋 還要由那些警務人員來到 24小時看管 這是什麼重要人物 請問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浪費公帑 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警力 花那麼多的錢 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 這些是不是使得很冤枉 還要讓他住安全屋 還要讓他住大屋 住靚屋 有沒有搞錯 說不說得通 這些東西 到底你李慧琼 有沒有就這件事來發聲 還有一件事要批評這個李慧琼 就是他的邏輯思辨能力很有問題 甚至乎可能是沒有的 他說為什麼答應要做這個大名大放的嘉賓主持呢 他有解釋 答應的原因 就是因為希望透過 在民間的平台訪問官員和社會人士 去推動和改善政府的政策 你說如果純粹去做訪問 我都覺得沒問題的前半句 但是後半句他說要推動和改善政府政策 我真是想請問 到底現在行政會議這個制度是否名存實亡 你李慧琼身為民建聯的主席 民建聯在這個行政會議裏面 又有葉國謙又有張國均 有兩個行會成員 你是聰明這麼多個建制派的政黨 原來有兩個行會成員做代表 都不能夠在那個行會裏面 做到推動和改善政府的政策 到底這兩個行會成員在裏面 究竟開什麼會的 其實行會裏面是做什麼的 是不是由林鄭宣佈了一些事 其他人說過孫薑橋收錢 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向市民解釋清楚 這班人是不是浪費公帑 如果民建聯要推動和改善政府政策 是要透過民間平台去做 你豈不是自打嘴巴 這個行會是不是已經沒有作用 你作為建制派的政黨 都要用民間平台去推動 難怪非建制派所提出的建議 全部都會石沉大海 原來民建聯有兩個行會成員 都推動不了政府政策 改善不了政府政策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想表達這個信息給社會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